獎者收股息現在是上午6點半 6點37分 有些朋友問我 領展去賣股 辦法可以看到的 我跟他說以前在騰訊自尊股有的 最近幾個月就沒有了 持股者的表 在Yahoo Finance 好像我現在展示一個瀏覽器 Yahoo Finance 你先檢查領展823 它有一個持股人 你按下去看 你是看到頭最大持股人 最大份持股人的十多個 不是全部 它還有很多 頭30個最大股東 都是機構投資者 所以現在你看看 它們的數據是滯口的 你發現了 這一堆的機構投資者 在12月31日 全部都在減少 售出了1.5% 1.3% 一直是這樣排下去的 這些數據是去年年尾 12月31日時報出來的 可能每季度要報一報 3月尾也報一報 到時候更新一下 看看股東有沒有賣股 以及怎樣對待這次公股 原因就是這樣 黃先生的CEO 其實是伙計 他不是股東 他都不上名 他有股也可能不太多 這些股的股價 很在乎持股的投資者 有沒有賣出去 他們通常賣出去的 通常是很多股 譬如減10% 就很容易 因為股票湧出來 所以這一輪 你見到這幾天 股幣 開始慢慢跌 跌到近53元 他的走勢 很視乎這些機構投資者 看他怎樣計算 看他怎樣處理公股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想先賣去 到差不多跌 多些時候 就買回來公股 成本價 買股價 和供股價 加起來 買入價 就低了 主要是這樣 但這些 我們這些小投資者 就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 我前幾天 上星期一 我都說 既然他的老闆 都做這些事情 這麼多事情好做 他都要選擇這個事情來做 令到持股者 令到強積金 令到機構投資者 全部的帳面都蒙獸 起碼兩三個月的虧損 他都這樣做 不如我換掉 主要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持股股 股東的做法 你就去Yahoo Finance 找823 你就會見到 好 有一位朋友 問我 廣燈會不會去到六元 有多久 我只是要一段時間 為什麼 我 有理由相信 這個MSCI 剔除了廣燈的過程 當中 可能跟廣燈的 有些聯繫 可能是 告訴他們 這樣的意圖 很正常 所以你看到 那些MSCI 那些MSCI 那些MSCI基金 就在這個 去年的12月31日的時候 都有一些賣貨 但不是很顯著 那個佔比很少 佔他們的ETF 所有都是ETF性質的股 在賣的 所以你都算到 全部都有的MSCI 在這裏 這麼多出貨的 衛基金持股人士 都是跟指數ETF 指數基金有關 所以我猜 去年的時候 有一段跌幅 除淨了之後 還有一段沉底 可能那個過程當中 正在商討 剔出它為 MSCI的指數成分股之一 所以 要跌的 我相信已經跌了 我真的很相信 還有我 看回歷史數據 它在 2023年2月15日 去過5.06 16日去過5.04 之後 現在返回 就上回5.15 即我 我看這樣的情況 很可能5元是一個低點 來的 那我就5.0多有貨 當然我之前都拿了很多 很多修飾人士都有買廣燈的 這樣就真的 都有 最近的入貨價 5.0多 曾經在1月11日 那時候試過一輪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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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剛剛 DMSCI 基金報出來說 有減詞的信號 當然這些資料是滯後的 通常一季報一次 要到3月之後 又要報出來 又要等一些網站 去更新它才有 但是 看回所有數據 只要回5.0多 就向上反彈 可能就是這樣 去到那個位置 的時候 那些投資者覺得 那個息率 和業務的性質 都是出現了一個投資的價值 就在那裏買 那你說 要上回6元 就不會那麼快 不是那麼快 但是這隻股 既然都已經 即是有跡象 是碰了底 亦都是一個 讀市的生意 亦都有現在 超六里的 離職派 如果他 照往年那樣派 是有六里或以上的 所以 那些 投資人士 機構投資者 收息的基金 都會 買下這些股 去到一個位置 就買這些股 你說要大升 那些股價才會有顯著的升幅 近日 鷹派言論 又說 加息 對收息股 第一 有一種心理的壓力 那些投資者說 我不如買債券好 第二 就是 這些叫做 息口敏感股 所以有些短期的壓力 就是明白的 所以這些公用股 在現在這個回合的 鷹派言論來說 這些股價跌了 包括煤氣 中電 這些都是跌了 但是 它是會這樣的 這些是股的特性 你一去就不要投資 投資你就要明白了 那個波動 就是會受這個 整體的 譬如債息 通脹 受這些數字的影響 那就不用擔心 去到一個位置 講燈就是 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那些投資人士覺得它適合價 那就會買些 這樣 如果買的話 有錢也挺好買的 這隻股 這隻股真的挺好買的 你也看到 它數次去5.0多 5.05 5.04 數次都是在那個位置上去 應該是在那裡捉底 這個底是因為 MSCI 的基金 ETF 就要把以前買的 講燈洗回來 買另一隻 補回 因為 講燈已經不再是 MSCI 什麼小型指數 的成份 所以 要投資 以前買的 就是 無可避免 你一定要在 指定時間之內 洗回來 這樣 完了這個之後 就要看 基本面 基本業績 等它派息 宣布 再看 前景 會是 企穩 上升 快升 慢升 或者再沉下去 要看基本面 我想這些因素 我 去年 第三季 第四季時 我都經常被拘捕 我說死呀 為什麼會跌 我不是內幕人士 我不知道 難道家族有什麼 想拿錢去買其他東西 不知道 很多東西不知道 這些是屬於家族生意 來的 你看它的股權 港燈 電能 長江基建 那些股票 是 A控制 B控制 C C控制 A 當時的安排 就是防止被人收購 任何一隻 當時 所以 這些 是一個家族生意來的 香港燈和 中電都是家族生意來的 香港的股票 大部分 較為健康 都是家族生意來的 所以 就要 看著 走勢 5點 零幾 似乎是低點 有網友 很關照 長者 告訴我 留意大新金融 因為我說小型銀行 當然有 大新金融 和小量 本地的銀行 有收購概念 被收購概念 的銀行 我又光顧過這間銀行 為什麼呢 在三十年前 澳門賽馬會成立的時候 你在大新銀行開一個戶口 你可以直接 放錢到你的投注戶口 後來被監管當局 cancel了這件事 現在要寄支票去澳門賽馬會 你才可以入數 當然我不是 鼓勵賭博 這些是 實在是發生過的事 就是 大新銀行 可以入錢去澳門賽馬會 個人投注戶口 當時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法例 就好像要拘捕你 鎖你 那樣 你就不要制了 所以澳門賽馬會 也是很難搞得成功 有香港這麼大隻 在限制資金流向 不行 大新銀行 大新銀行 高處是甚麼 不用排隊 很多時候都不用排隊 第二 小企業開戶口 你進去跟它談 比較上 態度比較好 好沒有投資 那隻股 沒問題 你已經得了一隻 你買一些也有色派的 不錯的 因為 23日 東亞 已經是日本資金 西班牙資金 已經控制了很大部分 勝利的理事一族 如何說 兄弟之間 有時候 有人喜歡 拿著股票 有人喜歡套現 很難限制 所以 在過往一段日子 東亞的股權 已經慢慢落入外資銀行的手上 嚴格說 東亞已經不是本地資金的銀行 但這隻還是有被收購的概念 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但是發生的就是永龍 永龍已經被招商收購了 大新金融派息額度慢慢降低 這幾年之間 要等它的生意好一點 買來也是被收購的概念 大新銀行集團 利息比較高 4.97 4.97 但是也是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幾年派息 拿著它 都是搏 某朝一日 被人收購的意思 大新銀行集團 據網上的消息 就是 它持有大新銀行集團的上市公司 大新金融有限公司 持有74.37 可以當作大新金融集團 440 沒有公司都差不多了 大新銀行集團 也持有重慶銀行股份 它有13% 也有間接地投資在中國大陸的 這間銀行 所以都是 看看它的利息暫時好過恆生 暫時好過恆生 照計 照推算 照推算 都要接近五厘 如果你不喜歡恆生 買這隻也沒有大問題 大致上是純本地的 有被收購的概念 因為它不是很大隻 我猜 我猜 看升還是看跌 我猜 我猜 企穩 上落不大那隻 為什麼呢 港幣會轉強一點 你看到這一兩天 出現美金的陰燭 在以前發生這些事 發生這些事 的時候 在11月中的時候 股市是上升的 是上升的 但現在有兩件事 第一 美元陰燭 是好事 對港股是好事 是關聯性的研究 我不知道機制是什麼 是correlation 同時 美國的鷹派言論 要繼續加息 好像扯大纜 一邊扯去一邊 我都不懂分析得很透徹 如果它是加息的話 美元不會這樣 美元真的不會這樣 會不會有些之前沽空了 即是沽了港股 或者沽了中國股 換回美金走人 現在慢慢想投入 回到這個場地再玩 不知道 很短 現在的資訊和錢的流通 很快 以前的中資銀行股 也沒那麼早上升 今年提早上升了 學了這個頻道的招式 提早已經升了 現在賺錢是越來越困難 但港幣強了 我看港股是會站穩一點的 我會看什麼呢 其實我看到港燈所有事情發生 那些MSCI 剔除了指數成份的身份之後 之前已經有人在調整 所以我覺得要跌也跌了 最大的不明朗因素已經在 一數次跌到5.04的位置 都會上升 所以如果去到5.1或以下 就算是現價買 那些多1號 抖領1號 都是買來收息 是一個風險相對較低的股 8.23我就不建議撲進去買 就算跌了 你很喜歡它 聽大行說 目標價60幾70 你又想撲進去 想薄反 但不要浪費 因為它的股價很視乎 那些機構投資者 是否喜歡它這次的行動 不喜歡的時候 它們有自己的計算方式 它們已經是老手 即是職業手 它們懂得計算 以前的記憶猶新 就是匯控宣佈了 29-28元的時候 公股的時候 股價確實是跌到30元邊的時候 有些人才買來供 它寧願在賣出去 再低一點再買回來供 那些職業投資者 是不跟我們這樣想法的 今天講到這裏 我看港股會企運偏好 如果有錢的 想投資買少許廣燈 收息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數次觸及我觀察的低位 都是向上面的 今天講到這裏